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清国号之谜 中国历代国号的来历都有各种说法 比如明朝的国号出自明教 取光明的意思 而清朝的国号原为大金 清太子努尔哈赤征战一生建立金国 可他的儿子 也就是霍彦华饰演的乾隆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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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太极 在称寒十年后却将大金改成了大清 那么王太极为什么要改国号呢 这大清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存诗的典籍中都找不到关于清朝改国号的原因 有人从风水上提出了这样的解释 明朝的名字 左边是个日字 五行中属火 火克金 而清与金读音相近 清字左面是三点水 水克火 这样顺应五行 清朝取代明朝就是天命所为了 也有人说 黄太极改国号是为了洗白白 金人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残暴的审断 黄太极攻破锦州时 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百姓 因此 汉人对金人充满了恐惧与仇恨 甚至残金色变 这当然很不利于金人的统一中 黄太极改国号为清 就是为了模糊那段历史 中国古代王朝都不以中国为名 却又统称为中国 即使少数民族在边疆建号称王 也都以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为荣 所以 无论国号怎么更迭 中国的历史从来也不曾断代 这个歌连约者来说是混音的 成章统一点 你让词不过撞变 这种歌运温的歌迷��不能够 你让词著你的歌运温でも 带着你一程